哈喽,这是海亚,后天我就要去西藏了 这一次我打算一个人穷游西藏30天 预算5000块钱,不包车也不跟团 我也不知道5000块钱够不够 但是我尽量控制在5000块钱左右 刚好可以给想要穷游西藏的小伙伴一个参考 今天给大家看一下我是拉萨带了什么东西吧 我先带了三件 三件佳容的卫衣 1,2,3,4,5 带了5条,然后再穿了6条裤子 还带了一条裙子 一件毛衣 然后还有一件冲锋衣 两件短袖 然后薄的T恤 卫衣带了 然后还有一件衬衫外套 一件牛仔的外套 两顶棒球帽 两顶这种毛线的帽子 然后还带了一个这样子的帽 这可以把整个脸都遮住的位置 然后这边呢就是一些日用品之类的 先来介绍一下我这个 三脚架 这个三脚架有点大 是身体乳 听说那边挺干的 所以我就带了一瓶身体乳 红紫天的药 我现在已经在吃这个药了 我已经吃了5天了 然后还有一包感冒淋 还有一个不落分 缓解头痛的 就带了三三 就带了这三个药 这个洗漱用品 牙膏牙刷 还带了这个洗眼睛 一包口罩 还有纸巾 我带了四盒面膜 还有泥麻精 就是包里面的一线的东西 比如说我带了两盒那个防晒霜 优点的防晒霜 还有洗发水 木鱼露之类的 还有那个润身膏 乳精华我都没有带 我带了一瓶这个大宝 还有一个洗面奶 一双拖鞋 到时候我还会穿一双运动鞋 再来看一下我的书包里面 装了什么东西 首先就是我这台相机 包纸巾 硬盘 眼睛 就是一些充电线 啥的 手机支架 就是可以放地上的那种 自拍用 这油腩子 这油腩子 桌面支架 碗 一个碗 这个碗可以 你看 这样放了可以当盖子 还可以当个碗来吃 在火车上面吃泡面啥的可以 还有一个勺 叉子之类的 这个是六便士 月亮与六便士 到时候在火车上面打发时间看 还有一本也是 我带了两本书 还有一本就是一个人就一个人 牛童的 这是我弟推荐我看的 一把雨伞 灯 到时候需要照明什么的 可以用这个灯 还有一个耳塞 我怕到时候住轻旅的话 就怕有人打呼或者什么 这是我的证件包 里面有钱啊 银行卡之类的 然后还有我的身份证 可以看一下我的驾驶证哦 万一需要开车什么的 可以 我的数位板 到时候在路上可能会修一些图什么的 然后带了我的数位板 一个保温壶 我都需要喝热水的时候可以装一下 还有我的电脑 我的电脑还没装进来 这里面 我还有一个钱包 这个钱包就是放身份证和很明前的 到时候放里面不好拿 我就单足拿出来的 充电宝 镜子 耳机 大概就这些了 这些是我带去拉萨的全部东西